豆姐你帮我虐一下天空骄王吧 骄王是吧 我快被他虐惨了 还有谁被这个突旧战机虐过的几个手 这个大脑的技能确实有点多啊 那这一次啊豆姐准备用导弹队来收拾他 队员有胡萝卜导弹车 导弹萝卜 白龙花战机 玉米炮 还有地心发射点 那这五种植物呢 咱把它叠种起来 之前介绍过 能量斗呢只作用于最后种的那个植物 为了让天空骄王 把所有植物的大招都尝一遍 所以啊 这五个植物啊 咱都在最后种植了一次 放大招的时候就会集体开大 好了 导弹队咱已经装备完毕 发起进攻 大家帮豆姐守着点啊 看看一共需要放多少个大招 才能降服这只大鸟 他的技能可挺多 咱先小心点 哎 还有挖洪 哎我的妈呀 刚上场就来这么劲爆 行不行啊江王 我这可是别中的呀 你这两爪子全都给我刷走了 还得重新种植 我讨厌你 这江王除了像七大江王那样 会召唤本世界的张师 那他在前两个阶段啊 还会用翅膀制造龙卷风 去秒杀竹物 最烦人的就是他刚才那个爪子 会抓走竹物 那还有呢 就是在第二阶段 他会用他那个嘴啊 大嘴去刀他面前的竹物 大家来看看 这天空江王的技能 都是破坏队形的 到达第三阶段的时候 就进入他疯狂的状态了 看到没 他会啊发生这种扇形的子弹 而且非常非常多 去秒杀你的竹物 除了正在放大招的 其他巫医性脸呢 唉 你以为这就完了 怎么可能 他还会投出两个电极 产生一个 覆盖三个轨道的电流 只要这个电极没被破坏 那你三行的主物就等着 被灭吧 又来这个炮弹 我的天 最后的挣扎 最后的疯狂 好了小伙伴们 三七天空江王 反正就念到这里 喜欢看的小伙伴 欢迎大家关注 传言计赞 那我们下期见咯